國民黨前立委顏寬恆從標抬頭入山Q後 更因為這一幕 強調無法再忍受網路上對他的造謠 因此現身記者會 距離罷免陳柏惟案 10月23號的投票日剩不到一個月 雙方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陳柏惟表決反對加購國際認證4千萬劑疫苗 這個是立法院公報明明白白登記在案 反對購買中國疫苗 被他們講成反對購買疫苗 他這個東西就是扭曲就是抹黑嘛 不過翻出6月18號當天 立法院表決畫面 立委傅昆起提案的內容 是要求行政院應該在一個月內 採購完成4千萬劑WHO認證的國際疫苗 裡面舉出BNT莫德納AZ跟嬌生 並沒有陳柏惟說的中國疫苗 但他卻投下反對盡速採購疫苗這一票 這也讓罷免陳柏惟總部緊抓這一點 認為他對不起選 他竟然還在這邊還在說 他沒有做這件事 他沒有拒絕疫苗 沒有拒絕購買 甚至還翻出了2019年立委選前影片 說那關謊話吵起 說不用賣錢 怎麼可以把這種謊話掛在嘴邊 而且已經說謊成性 我不知道他是歧視酒店還是歧視父前 對啊 怎麼了嗎 他如果覺得不舒服 那我可以跟他說聲 我不應該用你的名字 罷免陳柏惟總部狂打質疑牌 認為選前到選後都是他在造謠 3Q哥逐一回應 強調政治人物就是要耐煩 不會自己亂的正教 TVBS新聞許利帆紅採用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